声笑龙,正是当年读了冰心堆海的爱,才不由让我眼神爱上了大海,不小心爱上了大海,而爱上你,也正是在这茫茫人海中,多看了你一眼,才让彼此这份缘分没有擦肩,一生相依相伴,然而经历了人生风雨后的你我,也更懂得了怎样去深爱彼此,怎样努力维护我们幸福的小窝,遇到爱的人,是上天安排好的。 那么遇到大自然的每一处的风景,是不是也是老天的抢安排呢? 楚龙人天生有好财运,其财运为十二生肖之首,你只要努力把握,经过自己的勤劫努力,终身安排,由于自己的信心和努力,会使金钱源源而来,你不仅凭借自己的努力,还会受到别人意想不到的帮助。 所以,你一定特别注意,你自己周围的人际关系,一般说来,龙年生的人正财和横财方面,都不错,假如你正在做生意,搞经营,最好大胆一些,看准了,就要放胆去做。 当然,也要小心选择,如果稍有直华,钱财就会飞走了,只要过了几个小南瓜,生意就会以上加好。 生肖龙在十二属肖中排名第十二位,生年抵制为害水。 龙是人类最大循环的动物之一,鱼马、牛、羊、鸡,全并称家畜,为家畜之首。 龙自古与人类联系密切,从原始父系氏族盛会到近代,龙一直是人们困有财富的标志,可能因为龙是财富的标志,人们想讨个几利,便把龙年出世的娃儿说成了金龙。 所有的龙娃在大人心中都金贵,我们也就不用叫真了,龙年生然,心地善良,不会与人资助比较,南龙城市真挚,女龙单纯浪漫,终身玉势不错,少年时聪明灵巧,很受老一辈的喜欢,中年时多得贵人扶持,财博满意,漫年时择意时安稳,安全顺遂,成肖属龙的人。 今年因为命空中复兴高涨,逢凶化吉,故此流年运程畅旺,若能折子时机,将会适逢收第一年。 工作方面,蜀龙的人有玉堂这颗吉星出现,这玉势努力耕耘之后,将革命令双收,改善人际关系。 对未来的事业发展,肯定大有益处,成肖龙笑半年坐享财富之果,老子就逗尖聪明,并且做起工作来很是认真,他们对人类更是热情似火,经常感染着四周良多人。 那些的几个月里,生肖龙的运势末世极其不报复,日子过得也很是不好,备事良多,盈利却很少。 这却是给生肖龙带来了很大的压力,而在将来一周,生肖龙受太阴极心拱照,春生钱财,属相龙风财新旺十月份最旺财,属相龙贵人运会比较旺,特别是一性贵人运好。 这个月能够说是属相龙正财,望天财多的一个月份,他们是财神为虎,就算是穷虎,也变身土豪宁,射中带有财气财气,福报深沉,命运上加,属龙人还会有监狱,桃花盛开,单身者容易收获美满爱情,恋爱者太近婚姻殿堂,已婚者容易好运, 祝月属龙的朋友,财神亲自来送佛快来接喜纳福,也请你们替身边属龙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送上最亲热的祝愿,好运永相伴,安全吉利,有好运,方可福禄双全,有安全,方可圆满高兴,有吉利,方可美好长远。 大师提醒树龙人,当人们生活,工作,感情不顺时,都知道自己的运势处于下降状态,稍不留心更会不露露天逢连夜雨,倒霉是一桩接这一桩,但99%的人都不知道一个自古以来都存在的秘密, 命不可改,运势可改,奉尽的命佛效,就是通过改变自身运势磁场,来提升运势的一大方法,生肖龙人若你感觉近期运气偏弱,小人缠身,厄运缠缠,破大才可以在家中挂转运手链,这能驱过,避邪,保平安,还有调节身心,防病驱病,财运大开,化解小人的作用。 若是你能坚称供奉,真心祈祷,定能助你心想事成,带来好运,财运大开和幸福。 点击下方蓝色自己查看,属于你的本命磨开光吉祥物,拥有它你将会使得一生聚采手材,顺利平安,小赞缅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